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青,今天来做可乐鸡翅 那我们先把鸡翅洗一下,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 跟我们tm6一起来的这个网栏 把它放进去,先放歪一点点 把畅销出来,看看我今天有多少克 我就是这样超市买来的这样的一整版的这个鸡翅 所以这个肉拿回来自己洗一下,会觉得吃起来比较放心 好,大概680克不到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加水,没过这些鸡翅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整锅了 好,我们加完了水之后呢,把这个放好 然后你的这个网栏的凹槽呢,尽量的对着我们主锅壁 这里会有一条那个那个槽,对不对 尽量的把它对在这里,然后盖上你的主锅盖和两杯盖 好,在功能键的部分呢,我们找到冲洗 这个是我们平时用来洗锅的 好,就把它转到普通残留就可以了 好,那就等它洗好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咯 好,鸡翅已经洗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 洗出来的鸡翅或者排骨呢,应该是有一些血沫的 所以这个白色的沫沫可以看得到吗 其实还蛮多的,我把这个拿出来 因为这个锅水太多了 看看,洗出来的 好,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在吃这个鸡翅的时候 就觉得很安全很放心了啊 好,我去把这个鸡翅冲一下 然后水倒点再回来接着做 好,我们煮锅都冲洗干净之后呢 就回来开始做这个 古开度里面的食谱叫做可乐鸡翅 所以这个呢是繁体字的食谱啊 好,我们就开始烹饪 那它前面的几个步骤呢是在烧水 然后也是要把这个鸡翅呢稍微的料理一下 我们这一步呢就可以先跳过 现在你看我们的古开度上面都有这种 picture啊或者是video啊来教你怎么样来做一些这个手工需要去处理食材的这些做法 好,你看它也是说将这个洗干净 怎么怎么样清空煮锅 好,我们现在就加入一点油 15克就好了 拿出你们家的油,我们加进煮锅里面 在需要秤的时候呢它就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秤呢直接跳出来 而且是归零的状态 好,下一步20克的蒜头切片 那我们已经切好了一些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它不是太够 好,没关系 下一步我们带上煮锅盖和凉杯盖 然后呢就把这个油先爆香一下 好,你就按它屏幕上面说的扭到速度1 我们就扭到1就好了 好,5分钟倒数计时我们等一下回来 好,小美丽招呼我就来了哦 进行下一步插入蝴蝶棒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爆香的这个蒜油 看滋拉滋拉小的哦,但是一点油盐都没有 好,转出来 蝴蝶棒 也是跟我们添油一起来的 就这样插进去然后把它扣起来 好,左右稍微扭一下就OK了 下一步加入我们烫好的这个鸡翅 好,我刚刚鸡翅洗的很干净哦 统统放进去 尽量呢你左右两边呢排的这个均匀一点哦 好,今天我的量比较多 多了200克 下一步不用盖上两杯袋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上面的小盖子拿下来 OK 再来先来炒三分钟好 扭到这个小勺子最慢速度就可以了 这一步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开始加这些做料啊 看之前先归零 还记得我的鸡翅呢稍微多200克 所以我这里50克可能要加到55克 我们家孩子吃饭也比较清淡 对人家特别多 好,再来5克 然后下一步还需要什么呢 100克的可乐 好,我们家的可乐 是那个减糖的哈 建议可乐 这是上次开party 然后那个送的一个套餐里面有的 好,加业绩的时候呢 不要一下子哗啦一下倒进去啊 很容易就过量了 好,我也加多一点点 113克 下一步 好,这个辣椒呢我就省略了啊 因为小孩吃的 15克葱,家里没葱了 我先跳过了 好,再来试克麦芽糖 这个呢我倒是有 因为平时做那个冰桃葫芦之类的都是用的 好,再加一点 还没有试过这个口味呢 感觉应该不错 如果你没有麦芽糖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蜂蜜啊 好,这个太甜的我就不加那么多了 再来下一步 不用盖上两杯盖 好,那就这样生炒的意思咯 哇,你看10分钟 然后把肉麻速度转到小勺子 好,那我们就来稍微的一扭 好,这那小勺就OK了 好,那自己现在自己的里面炒哦 我过10分钟再来看看怎么样了 好,现在就是小奶仔帮我翻炒这个鸡翅 我们一共只用了15克的油 好,结束之后呢 点击下一步 利用筷子辅助将鸡翅上下翻面 好,那我这个油漆要翻翻面 因为我的鸡翅比较多啊 好,给大家看看 还没有完全的收汁结束 所以呢我把这个上下翻一翻 有一些鸡翅呢 哦,下面的你看上色还挺漂亮的 给大家看看 已经差不多了哦 好,然后把这个 为了让它煮得更均匀 我们就翻一翻 翻好了,我们再放回去 再盖上锅盖 还是说不需要量杯盖 下一步 再来炒五分钟 好,那我这个鸡翅呢 因为之前是没有完全的烫熟 然后我就想把它稍微的加多两分钟 就在这个地方 先点击时间的大圆钮 然后加多到七分钟 好,再开启小条羹 好,好期待哦 马上就好了 嗯 看看 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汁在里面啊 如果想受的再干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加个两三分钟试试看 嗯,我觉得我也可以再加一下 好,我再放回去 加个两分钟就好了 好,我们加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上一步 然后呢,把这个时间调整到两分钟 好,然后再点这个速度键 好,这次真的要好了哦 下一步 好,那我刚才呢 加了一些这个时间呢 是因为我今天的鸡翅比较多啊 所以你如果完全的是按照食谱里面的 500克的鸡翅来做呢 应该就是照着它的这个食谱 一步步做就好了 按照它完全的这个量来做就好啊 好,把这些鸡翅呢都拿出来 其实这个红烧的食谱呢 是小美非常擅长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试试看 我们的糖醋排骨呢 就是非常的经典的啊 好,我先把盘子来摆一摆 好了,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红烧的汁放上去 你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小的配菜 比如说一点葱啊 浇上来都会让这个色香味呢 就会更加的赞了哦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可乐鸡翅 好,是不是很容易做 问题是我觉得它香香甜甜的 一定会很好吃 有很多的糖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好,那下次直播会再见咯,拜拜